这个时候秦国 我们前面说过 他有一个新来的国相 是个权贸家 叫做范衰 战国策里说的范居 这个人出主意了 他派了很多人 带了大量的金钱 到赵国去制造谣言 散布谣言 这谣言里面就说 那么秦国最伤脑筋的 就一个人 马夫君的儿子 马夫君谁 赵舍 赵舍什么人 和连婆令相如其名 史记里面有一篇传记 叫连婆令相如列传 可不知写连婆令相如两个 主要写的是连婆令相如 赵舍礼目 其中真正写到打仗的 后边两个就是赵舍和礼目 写连婆令相如 顽皮归照免辞之慧 然后将相交欢 主要突出一个主题 那就是将相和 但是后边的赵舍可不是了 赵舍讲究的是 两强相遇勇者胜 秦国未必永远取胜 所以赵舍曾经把秦军打得大败 那就在于他主动出击 而这个主动出击 给他的儿子造成了一个印象 凡是打仗就要主动出击 不管什么情况 他就记住了这一点 赵舍去世了 但赵舍的儿子在 所以范遂就大量地制造谣言 说秦国最怕马夫君的儿子 你想想这马夫君当年的作战 你看他的儿子比他老子更厉害 但是这是连婆吧 年纪大了 斗志也不强了 守一守而已 不敢出战 我们再一包围 连婆将军就要投降了 这样的谣言 传得满大街 由世上传到朝廷 赵孝成王又是一个不明是非的人 听了这些谣言之后 加上自己对连婆将军的成见 使他不敢出战 所以这样更加相信 连婆将会投降 我非得启用这个青年才军不可 于是赵孝成王就准备启用 马夫君赵师的儿子赵国 来统帅三军 赵国是从小熟读兵书 而且经常和他的父亲赵舍 在一起谈论打仗的事 而且他应对无穷 赵舍拦不住他 要说作为小孩子来说 那就是很聪明了 但是赵舍和儿子谈那么多的话 没有一次给他点个赞 赵国的母亲就问赵舍了 说儿子说得头头是道 你怎么就没有撑好呢 赵舍说了 战争是死地 那就是要玩病的 而赵阔谈起战争来 就好像玩儿戏 轻易地随便乱说 说的虽然有道理 你知道到战场是怎么回事吗 咱们赵国将来 不用赵阔带兵 倒是福气 如果万一要让我们家赵阔来带兵 赵国可能就遭灾了 父亲是留下这样的话 他去世了 赵阔的母亲呢 在赵阔宁江上任的时候 向赵孝臣王上书 称说 大王您千万不要用我的儿子 赵阔 赵孝臣王说 为什么 赵阔的母亲说 和他父亲有个比较 当年 臣妾我侍奉他的父亲 他父亲每当接到军事任务的时候 那就不顾家庭的事 什么事都不管了 而且他父亲平常的为人呢 特别尊重人 他亲自给人端茶送水 伺候人 这样的人 数以十数 几十个 他当着朋友 平等相待的人 一百数 那就是一百二百的数 但是赵阔呢 没有朋友 他父亲临战之前 不顾家事 得到的国王忠实的赏赐 根本不过手 马上让人转交个 军事军力士大夫 让他们分发个军人 所以军人愿意为他 拼死效力 但是我儿子呢 一旦受命 就东面而逝 所以他接受命令之后啊 你看他那个样子啊 望着东面啊 面东是一个中尉 就像湖门宴里面的 那个项羽 他自己就面东而坐 赵阔呢 自尊自大 东向而逝 他手下的四大夫门 都不敢仰望他 你看他的架子 摆得多大 他的谱摆得多足 然后呢 得到的赏赐 钱财 干什么 回家里 这父子两人心性不同 大王宁 看看 这个儿子 这赵阔 什么地方能够和他父亲相比呢 怎么能够用他呢 赵家城王说 您的意见就算了 我主意已定 赵阔的母亲只好说 那万一有什么不测的事 发生了问题 受到了损失 陈姐我可以不连坐吗 赵家城王说 可以 我给你写下字句 出任何事情 与你做妈的 没关系 所以后来啊 这个赵阔 出了大问题之后 兵败 生死 他母亲没有连坐 赵家城王呢 这个说话还是算数的 再说秦国得知 马夫君的儿子赵阔 成为主帅 高兴死了 因为范遂的季某得逞了 然后他们也换家 原来不是王和吗 现在让王和做副家 让谁来做主帅呢 白起 而且在军中下令 谁也不准声张传出去 说我们换了白起做主帅 谁要是说出去 杀无事 封锁消息 现在是说服啊 都不知道对面是谁的指挥 主将是谁 你就换了大名鼎鼎的战神白起 我们先来说服啊